今天准备了两根 用啥子来炖呢 用的是雪垫 我还喜欢加点泥刃 因为雪垫的铁盆 它要的是一种奶白的感觉 所以我建议大家铁盆不要拿火烧 下水焯水之前 我们要把猪蹄在中间 筋杆挑断 下头也说我们就开火 加铁盆就是我们还有的 黄酒或者料酒都可以 把水给它焯透 就加猪蹄里面雪垫 头天就把它泡起 磨过雪垫 2-3倍以上 焯水时间大概就在10分钟左右 在这个10分钟里 你要轻轻地把猪蹄子冻一下 猪蹄子我把炒了水以后 拿冷水给它洗的话 下头就是有时候烤烤烂腥的时候到了 夹猪毛 准备一碗水 慢慢地夹一根给它夹 中间这个位置我们一般是不要的 你也夹不到 所以直接把它切了 处理完了我们就放到冷水锅里面 开火老姜来坨 配一下 花椒 根据你自己喜好 有个4多块 炖了好多呢 4到6个小时 比如说这个要根据你猪蹄子的品质 如果你是这种养质用飼料猪的话 大概4个小时它就洗掉它了 你那我就洗干净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大姐火起火起炖 开了以后关小火 要有时候盖锅盖 先炖它2个小时 2个小时很快地倒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泡发好的血液沾进去 锅盖盖起 再等2个小时 这个时间我们还可以提前把蘸水做好 我先教大家这个是青椒蘸水 但你也可以用豆瓣回来炖了再炖 这样小米辣也是可以的 把酱油倒下去 焖到里头 6个小时到了 几会儿汤把碎板了 把火关了 要点甜 这时候我们把盐加下去 还会加点胡椒 再加点葱花 搅动炒